重點是只要消費者或網友或讀者他們接受就好啦 譬如說我相信這個人他覺得贊成 那我就會可以 這是一種互相認證的一個方式 我們還可以建立一個未來事件簿 其實這個普拉網有這個類似的平台 那我們其實都可以利用 但我們現在都可能因為都沒有人在利用 所以很可惜 所以未來事件簿就說 我們其實我們現在供應器人很多 可是各位知道你們明天去哪裡採訪 或是你知道什麼活動中的活動要採訪 其實我們可以做一個這樣一個會整的平台 那這個平台其實很容易就把各個 譬如說好了 我們參與的公民本身也可以提供 像我們這個大溪的老屋 在這裡活動部就公布 我在哪一天哪個禮拜要辦這個活動 那供應器人可以去認養 這活動我要來採訪 他是採訪不只去看 他就可以做這個 我剛剛講的連結 那個連結功能都把它連結起來 所以有的人說 欸我需要人家幫我報導 你就在這裡呼聲 欸我想要報導什麼東西 有沒有什麼素材 你就把它出來丟給他 然後他就做這個連結 那他就會有效的需求被滿足 那現在在做 不會是漫無目的的在做什麼 做什麼 各位以後你們發新聞稿 不只要發給一般的媒體 你來這裡丟 就會有人幫你去採訪 他有一點活動公告的概念 新聞可以認明 甚至呢 以後你會辦什麼活動的財務整形 都在這裡公布 所以他是一個透明的一個平台 我在講這個部分 到時候我們可以會整成一個公民事故的一個概念 好我其實剛剛講這些東西 我就希望說先思考一個就是說 我結論說認為齁 我們必須要把我們的公民的智慧透過怎樣 公民新聞 因為公民新聞是有調查採訪 收集紀錄的一個方法 你沒有這樣做 你當然沒有辦法把你的一些好的東西 idea呈現出來 那我們透過這個部分把它先出來之後 要做連結 把它連結起來 然後聚焦 整理 行銷 或更多人看到 這是按一個平台 如果我們建議起來 我們就會 例如說我一個地圖 我在新北市 這邊也是裡面的各種層次的不同的資訊 我可以呈現在這裡 不管是文創的也好 還是比較好的理由 他有經過認證 這認證也不是所謂 當然有專家認證也可以 也可以公民互相認證 然後他提供一個 基本上是可信的 新聞支付 那 而且大家可以隨便 丟資訊互相來採訪 那我會 他有一個思考 就是說 我們必須要照顧弱勢的族群 因為我覺得 假設我們做一個 漫無目標的一個網站 什麼都有 一開始人家一定不大了解你在幹嘛 他砸七砸八的 那我覺得 在現在經濟不景氣的時候 其實 我們去走偏鄉 創造弱勢族群 去創造在地的商機的一個 如果商機不是說 那麼四塊的商機 而是說 當地到底有沒有什麼好的文創 或者好的旅遊經典 或好的有機食品 等等的都可以去做報告 這經過有認證的方式 他就變成比較可惜 所以包括文創啊 旅遊等等就可以發展一個產業出來 所以我 今天的一個想法 一開始就是說 跟各位講說 我們公民新聞其實我覺得有點可惜 發展到今天看來 全世界大概目前是台灣最好 坦白講 台灣現在全世界最好 英國的這個廣告公司 那個BBC的總裁 他來參訪過我們的公司 回去贈不絕口 然後這個全世界的典範 可是 各位 其實如果你知道 很多是把當作利用而已 所以利用說 你們放很多東西 然後變我的原始素材 很多專業記者就 可以用你的新聞 就變成我的新聞 你是做初級的工作 然後我做二級的工作加工 然後就這樣子而已 可能大家也覺得也可以啦 反正我就喜歡做嘛 翻起做甘願壽 就這樣子也可以 可是真的滿足這樣而已嘛 那我們對社會的產生影響力 會不會更大呢 所以 我最後一個結論就是說 我們知道看到學運次代 在太陽化學運 綻放光 可是 有一天我們都要忘了 其實我們很多人到我們這年紀了 我們還 我們還沒有準備要退休 還沒有準備要 就全部交給他們 為什麼 因為我們都在撞臉啊 我們還有我們很成熟 很豐富的知識經驗 好像 現在你獻出來 這些都不要了嗎 我覺得不是 我覺得 反而 因為我們基本上都是嬰兒炒的 人最多 這個台灣人口最多的一層 然後呢 知識經驗 甚至你的財力也好 或者跟我們的見解 都最豐富的 你不肯把它丟掉嘛 那我們有沒有把這個公民的這個智慧 把它轉化成一個 有能量有力量發揮的地方 我覺得可以 所以不要讓太陽花專門預見 我們還有什麼花呢 我們也許 真的我覺得 所以公民智庫 我覺得 讓我們一路一路走 各種的形式嘗試 我覺得到一個階段 是可以大家考慮 所以這是我今天 來跟各位分享的一個 因為我做新聞的一個經驗 還有幫我的觀察 一個新的分享 謝謝各位 謝謝